我们曾经连续关注过下关金陵小区一带市民的出行情况 那这两天陆续有网友爱特了我们的南京邻居的新浪官方微博 反映说一路线的运力还算是充足 但是公交95路太难等了 我们记得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呢 就到那儿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体验 而95路车队对于那个车辆拥挤的情况呢 也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接下来我们继续特别期望 上午的7点28分 我现在是在公交95路的燕江路车站 那么目前网友反映的呢 是包括这个车站以及相邻的几个车站的95路的等车问题 那我们看到目前站台上已经积聚了不少在此等95路的乘客 根据发射计划公交95路在早高峰时 每5到6分钟就该有一班车 记者从7点28分等到7点33分 等来了一辆95路 随后在7点40及7点48分 又各来了一班车 观察来看 95路车从底站发车时 基本符合间隔要求 不过不少离底站较远的乘客却表示 他们有时要等上10多分钟 甚至20分钟才能等来一辆车 记者随后在燕江路车站上了一辆95路 这时车内尚未坐满 之后金陵小区 水关桥 水管桥西等站点 陆续有大量的乘客上车 车厢内开始挤满了人 到达金海市场站时已经开始有人从后门上车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古楼站才有所好转 刚刚我们在燕江路车站上车是7点50 现在到达丹凤街车站是8点52分 整个三分之二的站点用时达到了一个多小时 那沿途我们发现 95路车在通过新模范马路路口 以及马台街这条线路的时候 耗时就达到了20多分钟 其中在过模范马路路口时 车辆连等了4个红灯耗时5分钟 而马台街一公里多的路程 由于道路狭窄车辆众多 车开了近15分钟 95路车队介绍 95路调整后由13.8公里 延长到17公里 线路较长 而沿途32个站点 有不少都位于马路支向当中 路堵车多导致95路运转困难 这两天 95路在原29辆车的基础上 不得不又增加5辆车 因为如果经营小区是一个大的助手区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方区间的方法 就是加快这个线路的走着 目前是南宝公园到古楼 1月1日开始 95路车队将把主站从环北市场 搬到南宝公园西站 工作人员会通过GPS 实时关注车辆运行情况 一旦发现沿途站点 车辆间隔过大 客流较多 会及时调配车辆 前往支援 江苏城市频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